电影里的悲语欢 阿诚陪你 慢慢看 伴随着阵阵呜呜声 一辆火车缓缓驶入东京 车厢内是一群出自见到大城市而惊呼的人 这其中就包括从乡下来的六子 六子此行是到东京的林木汽车公司就职 既然是汽车公司 那应该很大吧 我去那做什么呢 会不会是给社长当秘书 怀揣着这样美好的憧憬 六子下了火车 没想到来接他的社长开的只是破三轮 六子隐隐觉得这份工作可能没他想的那么好 彼时正值1958年 日本经济开始复苏 东京也处于战后热火朝天的新建当中 一路上六子新奇的左看看右瞧瞧 到处是高楼大厦 到处是车水马龙 他还看到了一座以颇具规模的巨大铁塔 社长说那是东京塔 完工后将成为世界第一 社长的三轮车从某个巷子口拐进去 最后停在了一个不太宽敞的店门口 原来所谓的汽车公司 只是家修理铺 六子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成了汽修工 尽管心中难掩失望 可他还是留了下来 一来总不能刚到大城市就灰溜溜回去 二来林木夫妇对他很是热情周到 林木的修车铺位于街道的三地幕处 也就相当于这条街道第三条胡同里 他家对门开着一间小杂货铺 杂货铺的主人名叫查川 他是这条街颇为有名的大作家 每个月他都盼着能得一次新人文学奖 然而无一例外的从来没有被入选过 查川也就成了整条街的知名笑话 三地幕最近新开了一家酒屋 老板娘广美曾经是风月场所的舞女 现在她想在这条街道安稳度日 没想到她还是碰上了麻烦事 以前在一起上班的闺蜜生了个私生死 生完后她就跑了 孩子父亲也不知道是谁 广美只好暂时照顾这个名叫纯之介的男孩 这天晚上再次落选了查川到广美那儿买醉 她不停抱怨现在的文学圈实在不像话 那些获奖的人都是些伟大师伟专家 言语间破有些怀才不遇的不愤和感慨 广美听说她是个搞儿童文学的创作者 而且家里还有间不小的商店 她便起了把纯之介托付给对方的念头 广美用焦滴滴的语气对查川提起这事 已经不少酒下肚的查川瞬间飘飘燃 尤其是听说广美以后会去她家看孩子 查川立即拍着胸脯答应收养纯之介 第二天一夜宿醉的查川终于清醒 看到墙角的小男孩他肠子都毁清了 他赶紧把纯之介拉到广美的酒屋 结果敲了半天门里面也没人答应 不知广美是没起床还是故意不应声 没办法查川只好又把孩子领回家 查川本就穷困潦倒 现在又多张嘴吃饭 他看着眼前的纯之介哪儿哪儿都不顺眼 没想到的是纯之介居然是他的忠实粉丝 他一直珍藏着查川创作的少年冒险团 看着那本被翻烂的书 查川的神色终于缓和 不管是为了虎口写的垃圾儿童小说 还是他自认为很有思想的文学作品 这还是他第一次得到观众的肯定 六子在林木修车铺的工作并不顺利 林木一直以为他招了个专业奇修工 没想到这小姑娘压根啥也不会 气得林木拿着简历质问他 你这上面写会修车 这不是在骗人吗 六子也忍不住反问 那你说你是汽车公司 不也是在骗人吗 这句话像是把火星子扔进炸药桶 一向脾气刚直躁动的林木 立马爆发了 他追着六子非要狠狠修理他一顿 六子情急之下 躲进查川的杂货铺 查川试图去阻拦 结果瞬间被秒杀 林木像个暴走的哥斯拉追向六子 旁边几个人一起上才勉强把他拉住 林木气不过把六子的行李 统统扔到大街上 这时他的儿子一平拿着那份简历 朝他大喊 原来六子在简历上写的是 会修自行车 搞来搞去是林木自己看错了 林木是个钢铁直男 道歉道也同样实在 他说他可以理解六子心里的落差 他在发布招聘信息时 并非有意隐瞒 他写的林木汽车公司 其实是他的梦想 尽管现在他还确实只是间小修理厂 但是战争已经结束了 他相信一定能把他做成大公司 以后他还要把车卖到国外去 说这话时 林木眼里闪着光彩 他诚心诚意地恳求六子留在车行 六子很想答应 可他什么都不会 林木夫妇说 你可以从头开始学 广美果真到茶川家看望纯知界 出乎意料的是 这两人相处得还不错 纯知界在看书时嘴角弯出一抹弧度 这还是广美第一次见到他的笑容 如此看来这事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那天他们在一起美美地吃了顿咖喱饭 外人看了估计还以为他们是一家子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炎热的夏季来临了 茶川把纯知界送进学校读书 用他的话来说你在家里妨碍我写作 纯知界在班里没什么朋友 别的孩子喜欢聚在一起打闹玩耍 他总是一个人安静地写写画画 老师让那些调皮鬼多向纯知界学习 被点名的男孩们自然对他产生不满 这其中就包括林木的儿子一平 一平过去把纯知界的作业本抢过来 这才发现原来纯知界一直在偷偷写小说 那是一个少年在未来世界冒险的故事 里面有很多关于21世纪的大胆幻想 到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梦幻建筑 空中有穿来穿去的飞行工具 车子在架空的管道中往来驰骋 读着读着孩子们全都被小说吸引了 他们主动和纯知界交起朋友 一平还让纯知界晚上到自己家来玩 因为他们家买的电视机 今天终于要到了 林木家买电视机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街坊邻居们像是感激似的往他家涌 他们拿着各种礼物来给林木家庆贺 当主人揭开电视机上的红幕布时 所有人都欢快热烈地鼓掌叫好 当林木悬开电视机上的开关按钮 大伙都伸长脖子 期待着第一针画面 那个年代的快乐就是这样简单 街坊们摇着菩萨围在一起看电视 小小的画面竟让他们如清零现场 每个人都投入地紧张地忘情地喊着 没想到的是看了一会儿画面突然黑了 茶船急不过跑过去猛拍电视机 结果一不小心连按钮都给拽下来了 场面顿时有些尴尬 大伙让他别再瞎捣 茶船脸上挂不住 他说我可是东大毕业的 秀台电视机还不是小意思 结果 电视机没有修好 反而被茶船拆成一堆零部件 售后师傅说原本只是插座接触不良 这下只有拉回厂里进行大修了 街坊们拍了好久的电视就这样没了 大家只好无聊地各回各家 这时六子忽然觉得肚子疼得厉害 林木夫妇赶紧喊出正要离开的宅间医生 宅间医生为六子检查了一下 还好问题不大 只是吃坏了肚子 原来之前林木夫人买了牛奶泡芙 因为天气太热不小心放便智了 没想到六子因为不舍的偷偷吃了 医生说你这个病打一针就好了 宅间医生到广美酒馆喝了几杯 喝完后他打包几串烤肉带回家 那是他的妻子和女儿最喜欢吃的 一家人吃吃喝喝谈谈笑笑 妻子温柔贤惠 女儿聪明可爱 人间最美的景象不过如此了吧 宅间医生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哪有妻子女儿 哪有欢声笑语 有的只是被扔到一旁的烤肉串 原来刚刚的一切不过是梦而已 几年前 他的妻儿在空袭中遇难了 他的家在战争中早已支离破碎 林木家又添置了新的电器 电冰箱 一家人围在冰箱前不停哇哇赞叹 这下子再也不用靠冰块避暑了 也不用再担心吃坏肚子 电视机 电冰箱 洗衣机 现在电器三大件 他们家全凑齐了 尽管花光了积蓄 但是林木很乐观 大不了再拼十年 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茶川又在焦急地等待杂志越刊 不过这次 他不是想知道有否得奖 而是怕纯知界知道越刊的内容 因为有一天 他无意中看到纯知界的小说 里面天马行空的构思 让他眼前一亮 随后他便可耻地剽窃了其中的内容 不过只终究包不住火 这事儿被班上买了越刊的同学发现了 当纯知界拿着越刊出现在茶川面前 他的脸上满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 茶川对纯知界说 我跟你非亲非故 我养了你这么久 你的点子当然归我 说完他拿出一百块钱递给纯知界 小男孩只是哭念念地摇摇头 茶川以为他想要更多的钱 没想到纯知界哭着对他说谢谢 茶川采用他的稿子 还让他们出版成书 他真的很开心 有一天 广美告诉茶川一个消息 有人在高原寺看到了纯知界的妈妈 不曾想他们的对话被纯知界听到了 他还悄悄记下了妈妈的地址 纯知界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小伙伴一平 一平说既然想见妈妈 那就去找他 可是他们把钱凑一块也只够单程车费 纯知界问一平 我们要怎么回来 一平想了想回到 可以跟你妈妈借呀 下车后 两个小伙拿着地址到处问人 等他们找到时天色已经擦黑了 纯知界拦住了朝里面喊人的一平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从未见过的妈妈 他会认我这个儿子吗 我会给他添麻烦吗 就在他忐忑不安时 屋内出了一个男人 一平把纯知界妈妈的名字告诉他 男人说这里没有这个人 纯知界听完便拉着一平迅速走了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纯知界的妈妈其实一直就在里面 两个孩子倍感失落地在街头走着 他们没找到妈妈 也没有回去了路费 现在该如何是好呢 两个孩子离家出走 可把大人们急坏了 他们把整条街道翻过来也没找到 直到天色已经很晚 直到他们近乎崩溃 一平和纯知界忽然出现在众人视野 大人们分别冲向自家的小孩 林默刚要抬手教训不听话的一平 没想到茶川已经狠狠扇了纯知界一巴掌 打完之后他又把纯知界紧紧揉在怀里 茶川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严苛 倒更像是一个极度关心孩子的父亲 广美把这些看在眼里 脸上不自觉露出笑意 一平到家后妈妈问他是怎么回来的 一平说多亏了妈妈给的护身符 原来之前妈妈给他的衣服缝过补丁 缝完后他对儿子说里面有张护身符 当你遇到麻烦就把他拆开看看 一平和纯知界流落街头时想到这一场 他打开补丁一看 里面有一张纸币 此前一平一直很嫌弃这件旧衣服 现在才明白 尽管爸妈不能给他买新衣 但是他们给的爱和保护从没有少过 圣诞节的夜晚 天空飘着雪花 有位神秘人敲响了茶川架的大门 纯知界跑到门口什么人也没看到 但是他却在地上发现一个精致的礼物 难道是 纯知界赶紧追到街上 果然看到圣诞老人 他还热情地对自己打招呼 Merry Christmas 纯知界大喜大叫着跑到茶川面前 茶川也一脸兴奋地问他是什么礼物 纯知界拆开一看 竟然是一支钢笔 这不证实他盼了好久好久的礼物吗 圣诞老人果真什么都知道 茶川挽着小男孩 脸上挂着神秘表情 这一切自然是他特意导演的好戏 有一天 他在纯知界的稿纸上看到一张画 这才知道原来小家伙想要一支钢笔 于是他拜托宅建一省扮演圣诞老人 悄悄帮纯知界完成了这个小小心愿 演出结束之后 茶川又去找广美 趁着酒夜 他对广美说出藏在心底的话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你能跟我在一起吗 茶川的表白 让广美既休息 又紧张 又忧虑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他对茶川也颇有好感 但是他一直碍于自己的过往 怕对方嫌弃 而且有件事他还没有来得及告诉茶川 茶川低着头从兜里掏出戒指 他竟然向广美求婚了 只是当他坠坠地打开戒指盒 里面空空如也 哪有什么戒指 茶川说他所有的钱只够买个盒子 但他保证 以后一定会重新补上 茶川把戒指拿出来 郑重地为广美戴上 广美看着自己的手 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今年圣诞节 一平和六子也收到了礼物 一平相信 昨夜圣诞老人肯定来过 六子当然清楚 礼物是林木夫妇送的 说起来 这还是他人生第一次收到礼物 六子兴奋地拆开 里面是一张车票 这一年来 六子一直勤肯努力地工作 大热天照样躺着汗水往车底下钻 中元节他也主动留下工作 没有回家 这些林木夫妇全都看在眼里 所以他们特意为六子买了回家的票 好让他在除夕夜赶回去和家人团聚 没想到的是 六子却把车票还给他们 在林木夫妇的追问下 他才说出实情 他说其实家里人并不欢迎他回去 他离开家那天 妈妈还很高兴地说 这下终于少了个吃饭的人 后来他给家里写信 也从未受到回信 今天的伤性人并不止六子一个 茶川也正面临着接二连三的打击 昨夜的短暂幸福后 今天他再去找广美 没想到广美的酒屋已经人去楼空 房东告诉他 广美父亲病重欠了不少债 走投无路之下 他只好重新回去当舞女 接着纯枝介的亲生父亲找上茶川 他是某个大公司的社长 十年前他曾包养过纯枝介的妈妈 后来他才知道有个骨血流落在外面 男人此番过来便是要把纯枝介带走 不管是身份也罢 还是为了纯枝介好 茶川自然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 纯枝介被推着跟亲生父亲走了 临走前他呆呆地看着那支钢笔 生父说他们家的人只能用最好的东西 说完他把那支笔夺下来还给了茶川 茶川一直跟在纯枝介的车子后面 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走远了 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家庭梦也走远了 茶川又回到那个破败不堪的家 他看着墙上那幅三个人的画 一切都回到原点 他始终还是一个人 这时他在桌上发现一封信 那是纯枝介留给自己的 信上的每一个字都在敲打他的内心 叔叔 谢谢你送我的钢笔 我知道那是你借钱买给我的 谢谢你为我做饭 谢谢你让我上学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一切 跟你在一起 是我最快乐的事 茶川发了疯似的在街上狂奔 他朝着纯枝介朝着绝望奔去 然后狠狠地摔了个跟头 他的样子一定很狼狈 他本来就是三弟母的笑话 茶川挣扎着在地上爬起来 然而就在他抬头的那一瞬间 眼前竟然出现了那个人 纯枝介同样喘着粗气看着他 尽管万般不怨 尽管秦男割舍 茶川还是一次次将纯枝介推开 他无法给纯枝介更好的生活 可是每被推开一次 纯枝介又朝他扑来 茶川终于忍不住 将他紧紧抱在怀里 这一刻 他成了他的父亲 六子正现在被家人抛弃的难过里 林木夫人忽然拿出一堆信钱递给他 原来妈妈每个月都会给林木家写信 六子在那边好不好 六子在城市习惯嘛 自立行间全是母亲对孩子深深的挂怀 母亲是怕六子在外太想家才对他那样 说那些薄情的话从不给他回信 其实都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担忧 得知真相的六子早已哭成泪忍 现在他只想尽快回到妈妈身边 和来的时候一样 六子坐着破三轮 但这一次其实什么都不一样了 六子赶上了开往家乡的火车 林木一家送了他很长一段路 他们互相挥手之意 谢谢你们 新年快乐 那天三定木的夕阳格外美好 每个人都忍不住抬头凝望 尽管有些人还在天的另一方 尽管有些家庭还各有各的难 但他们相信明天会越来越好 因为那片暖人的夕阳里 中走出不久 那时的东京铁塔还正在修建 新干线只存在于幻想小说里 丰田车也没有开到全球每个角落 城市大如东京 也还有破破烂烂的三定木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充满着希望 金银修车铺的林木 谈到未来时眼里闪闪发光 屡屡被退稿的茶川 从未想过放弃文学梦想 失去妻儿的医生 在怀念与回忆中依旧坚强 就连再当舞女的广美 对着空戒指也满怀期待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昂扬向上 每个人都坚信明天会更加美好 那个年代还有让人最为缅怀的东西 人情威 乡下的六子找到了如亲人般的雇主 没有家的纯枝界遇见了有爱的父亲 街道上的邻居们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孩子们在无忧无虑中玩耍成长 这样的三定木充满温情 令人为之动容 1958年的三定木 1988年的双门洞 让我想起了1998年的童年记忆 那时电脑空调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 人们骑的是凤凰永久 开的是拖拉机三轮 春节走亲戚送的是三块钱一包的红三环 黄日华版天龙八部播放时万人空巷 大伙挤在黑白电视前看得津津有味 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近得多 屋里屋外的串门 人来人往的唠嗑 每家每户的门口都会摆几个小板凳 你家的西瓜熟了 我家的葡萄甜了 地里刚挖的山芋分给大伙尝尝 小孩子到谁家玩耍一定能收到几颗糖 老人生病了 邻居会送去热腾腾的饭菜 那时的人们是如此的质不纯凉 那时的夕阳也曾像三定木那样温暖 时间不绝间溜走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无数个东京铁塔在城市里拔地而起 一兆的宽带突然蹦到百兆千兆 十几小时的绿皮车换成飞速的高铁 城与城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 然而人与人的关系却已渐渐走远 楼上楼下的邻居是谁 好些年也不清楚 人们好像都在埋着头过自己的日子 每天只顾行色匆匆 顾不上打一声招呼 顾不上停下看看那轮微醺炸乱的夕阳 偶尔看到请回答1988里的双门洞 看到东京铁塔下的昔日厅三定木 跟着剧情傻笑的同时 心里不免一声叹息 那样质补纯真的时代 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常常带着遗憾缅怀过往 倒不是说现在的生活有多不如意 人们怀念感慨的 或者说真正期待的 说到底还是一种更有人情味的生活 为什么纯知界会选择穷困潦倒的茶川 为什么广美会接受空无一物的求婚 为什么我们会爱上三定木和双门洞 因为我们知道 幸福和物质没有必然关联 我们相信电视机 电冰箱 洗衣机都会有 最重要的是 你跟谁一起努力奋斗 影片的最后 林木一家人站在夕阳下 一平说昨天和今天的夕阳都很美 五十年后的夕阳也一定会是美丽的 其实夕阳就在那里从未变过 不一样的只是他所照料的人 是否还有颗质补之心 是否还热成如旧 心像暖阳 我是阿成 我想陪你看更多好电影 我想让你的人生 多些好风景 是否也认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